中国经济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未来十年 总体上短期不乐观 长期不悲观 产业将呈现缓增长 理性增长的趋势 俄乌战争 欧美通胀 中美冲突等等 这些给民营老板们造成的心理疑虑 迟早会解开的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只要中国的生产力还在 中国大量的工程师还在 就是这个国家重新起家的本色 每一年除夕夜 央视举办的春晚 约有6到7亿人观看 春晚开始前10分钟 通常是每年广告商 收银子的黄金时段 2023年这个时间段 一共出现了19个广告品牌 其中白酒品牌达到了7个 这些家分别为 古井贡酒 敬酒 喜酒 舍得酒 焚酒 五粮液 孟之兰 酒类投放跟2022年春晚 没什么差别 只是把燕京啤酒更换成了五粮液 除白酒外 剩下的品牌广告 散落在食品饮料 家电 电信 汽车 物流 几大行业 没有哪个行业像白酒这么强势 曾经在春晚较为活跃的 互联网公司 2023年十分低调 不搞冠名赞助 也不弄意愿补贴 只是搞搞内容和视频合作 中国互联网公司 本身就发展到了行业期限 加上一系列整顿 全行业搞起了降板增效 只看利润不求规模 各公司都在有计划的裁人 不投春晚是可以理解的 但白酒依旧公事如潮 就让人有一些不太理解 因为2022年的时候 白酒的销售已经较为吃力 当时一些做酒水销售的朋友向我透露 白酒总销售额报表是在增长 但货是强行压在他们经销商手里 不压也得压 不压就取消经销权 他们终端其实不好卖的 压力非常大 所以到了2023年 白酒行业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去库存 白酒有库存还好 放的越久价格越贵 多少有个指望 不像我干了十年的服装行业 衣服放久了只能当妈不买 急得老板各个想跳楼 各个行业的悲欢 说起来从来都不是相通的 现在2023年已经过去半年 白酒行业的数据也出来了 总体看起来 今年春晚算是白忙活了 今年喝白酒的人少了 白酒产量高于市场需求 渠道库存太多 经销商为了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也为了回收现金流 只能低价向中端放货 许多中高端白酒品牌 都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 像恒水老白杆 2023年一季度营收达到10亿 增长了10% 但净利润仅1亿 同比下跌了61% 水井坊2023年一季度营收8.53亿 同比下降了40% 净利1.59亿元 同比下跌了56% 九鬼九2023年一季度营收9.65亿 净利3亿元 营收和净利同比都下跌了42% 白酒行业的专家分析说 超过八成的白酒价格 未来将出现倒挂现象 2023年整个白酒行业的股价都在下跌 连永远在涨的茅台都开始跌 从今年一月份最高时的1935元每股 跌到发稿时的1724元每股 飞天茅台目前在圈子里的流通价格 降到了2600到2700元 五粮业部分终端商为了回款现金流 将1399元的酒砍到990元销售 那白酒为什么不好卖了 就是原来喝酒的那一拨人现在舍不得敞开喝了呗 我跟那些喜欢耸人听闻的作者不同 我通常不会将一件事说的特别悲观 我认为他们还是喝酒的 只是不敞开喝了 毕竟大部分酒企的财报还是盈利的 少赚一点还是赚 少喝一点还是喝 白酒市场按消费场景区分 是商务团购宴席三架马车 按职业人群分 矿业建筑业餐饮娱乐 公共事业管理制造业 排在白酒销售的前几名 今年房地产已经疲惫不堪 带动上下游家电装修中介家具一片低迷 在互联网行业日渐保守 政府没有卖地收入发工资都困难 金融圈为了从还算有钱的长三角政府融资 已经从玩德州转成玩灌蛋的社会背景下 为白酒提供社交场景的商务宴请 民间宴席企业团购党只能走向萎缩 中高端白酒其实是一种男人的奢侈品 几千块钱的东西几个人一晚上就喝没了 比能用上几十年的名牌包包要奢侈的多 喝白酒的人减少了 说明男性奢侈品市场不好做了 只要男人没钱 女人就会跟着没钱 女性奢侈品也一样 我朋友做珠宝定制的 他们公司2023年到现在 销售额同比下降了50% 说是明显感觉客人钱袋子紧了 客户忠诚度还在的 是真没以前有钱了 大家常常奇怪一件事 就是媒体上大部分人都在说经济没以前好 但去下馆子旅游看电影到处是人山人海 感觉全社会并不缺钱的样子 好像跟传言中不太一样 哥哥呀 中国只是经济没以前好 中国不是经济崩溃了呀 下馆子旅游都属于轻消费 是个上班族攒点钱都耗得起呀 就算一时没工作了 被炒还是有补偿的 别人还要趁着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抓紧放松 该吃吃该喝喝 就是白酒市场里头 中高端买不好 300元以下的中低端产品还是卖的特别好 山西坟酒旗下的波坟 西凤集团旗下的老绿瓶西凤酒都很受欢迎 经销商照样在赚钱 我总觉得白酒市场 很好地折射了中国当前经济情况 太花钱的大家不敢乱花了 但小钱还是没问题的 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各行各业都崩盘的情况下 电影业 日用品行业 中低端酒水行业 乐器行业 女性常用品行业 烟草行业 文学创作行业 廉价饮料 这些根本不受影响 反而迎来了长时间的繁荣 因为人在经历痛苦时 更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和娱乐 抽烟喝酒 看电影 看小说 喝可乐 花不了多少钱 就能获得一定的松弛感 经济越坏 人的消费降低 中低端产业反而发展得更好 许多人将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形容成通缩 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离真正的长期通缩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长期通缩一般指一个国家 总体物价普遍下跌 经济衰退 货币供应量降低 有效需求不足 高失业率等现象 通缩会导致你手里的房子价格下跌 企业利润暴跌 银行出现坏账 政府税收下降 出现财政危机 从而引发社会危机 我们平时恐惧通胀 怕物价涨太快跟不上 但经济学家更讨厌通缩 因为通缩容易形成闭环 掉进去就爬不出来 各国央行一般会制定较为温和的通胀 以防止陷入通缩循环 日本这30年就是长期通缩 工资物价几十年不变 日本政府一直拼了老命搞通胀 在安倍执政时 各种投入刺激经济的方法 就是想将通胀搞到2%以上 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还不明朗 不能简单的定义为通缩 但离通缩似乎又有点若即若离 2023年上半年 中国GDP为593034亿元 同比增长5.5% 而且二季度好于一季度 一季度同比增长是4.5% 二季度是6.3% 由于全球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公布上半年正式数据 世界其他国家只能估算 越南上半年GDP增长率是3.72% 英国大约在0.1%到0.2% 日本大约为2% 美国大约为2% 法国大约为0.2% 德国大约为0.4% 韩国大约为1.4% 印度约为6% 2020年 中国GDP总量是印度的5.3倍 而两国发展速度还差不多 全球就中国跑得最快最穷 如果说中国还通缩 那全球早就大通缩了 我们看数据要坚持实事求是 不用无端制造焦虑 别没事自己给自己添读 中国二季度数据出来后 明明全球最佳 新乡时报说我们仍乏力 强劫日报说我们不及预期 联合早报说我们低于预期 美国之音说我们增长乏力 这些都是没事找抽行 都全球最好了 一群臭学渣还说学霸没考好 只因为学霸这次没拿100分 拿了99分 这些拿65分的学渣 就开始嘲讽学霸来了 经济学上要肯定为通缩 一般有两个条件 一是CPI同比涨幅连负三个月 二是广义货币M2增长连负三个月 这两种情况都还没有出现 更不用说连负三个月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我们现在这CPI无限接近零了 五六月份CPI是0.2% 四月份是0.1% 三月份是0.7% 二月份是1% 一月份过年物价高一点是2.1%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现在还不是通缩 但未来有一定的通缩风险 CPI数据下降 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购买能力下降 大家手里头都没有啥余钱 不过大家真的没啥余钱吗 2020年 我国居民储蓄总量是93.44万亿 2021年 我国居民储蓄总量是103.3万亿 2022年 我国居民储蓄总量是120.3万亿 2023年上半年又增加了12万亿 比2021年全年的增量还多 实际情况上 是中国民众手里头有钱 但不敢花钱 而是存银行了 以去年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为例 2022年1到10月 广东文体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减少了7.7% 批发零售业减少了8.2% 住宿餐饮业减少18% 农林牧鱼业减少20% 对比2021年 文体娱乐业增长5.5% 批发零售业增长2.3% 住宿餐饮业增长35.6% 农林牧鱼业增长36% 这些都是民间投资和创业集中的领域 可见中国的中小老板们 从2022年开始 就决定进行抗风险理财 不再对外投资 以储蓄求平稳 一个家庭平时最大额的消费就是买房 这个被大众第一个砍掉了 然后连带着装修家具设计电器 KTV地方税收跌得稀里哗啦 然后那些有些奢侈又没必要花钱的白酒 珠宝夜场高级餐饮等都受到了重创 而在汽车市场 这笔该花的钱大家还是正常花 今年上半年 汽车累计销量达到了1324万辆 同比增长9.8% 中国电动车卖的可真不便宜 但大家还是嗖嗖嗖的下单 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今年预计中国汽车销量将达到2760万辆 电动车预计能卖到700万辆上下 汽车市场明明是红红火火 中国跟全球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像英法得日韩美 是生产制造能力衰退 被逼到墙角的不增长 而中国不是 显而易见的是 中国主要是民众不愿花钱 出现了伪通锁 以及市场出现饱和 双重叠加的结果 市场饱和指的是 我们生产力过剩 民众该消费的已经消费过了 现在中国的城市 中产家庭都是好几台电视机 好几个平板 好几台电脑 人手一部手机 富裕些的家庭 还有好几部车 平时真的基本都不全 实在不知道要买啥 2023年 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 预计将只有11.6一部 比2022年的12一部 下降2.8% 2023年第二季度 全球PC出货量为 6160万台 同比下跌13.4% 以连续6个季度出现收缩 全球都已经出现生产力过剩 全球消费都开始往下降 中国作为生产大国 更不可能就咱们日子过得好 大家不买房 其实也是房地产产能过剩 2022年 中国所有新建住宅 就有三分之一未出售 我个人的观点是 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 就是民众不愿花钱的伪通缩 和市场出现饱和 双重叠加的结果 有些年轻人不服气了 说我现在赚多少花多少 不婚不育不买房 我们才是打击房价的主要推手 年轻人你坐下 不要激动 社会财富 主要还在你爸妈 你爷爷奶奶手里 你别这样 你输出的只有情绪 你爸妈是真能输出人民币 我们现在千方百计 想让你爸妈花钱的 你那几千块钱工资 养活你自己就成了 别闹 你暂时救不了国家经济 再过20年才轮得到你 谢谢 中国国企强大 订单火热朝天 大邮轮 大航母 大飞机 排着队出来 靠着一部分工业GDP 依旧增长旺盛 但中国消费起不来 主要是民间信心不足 导致大家不花钱 转而储蓄 民企是国内就业的主力 中国80%的就业靠民企 民企不投资 不扩大生产 对就业打击很大 搞得最近上头连发11份文件 鼓励民企好好干 其实是整体GDP总量没问题 是民企负责的就业率出了问题 那民企他们为什么要储蓄 他们想对冲什么风险 主要还是担忧中美对抗的风险 一个是经济上的风险 美国有意切断中国供应链 打击中国科技发展 意图跟中国形成两个平行世界 另一个是中美政治地缘上的风险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风险 中国的男和外国的男不太一样 外贸那边有些是因为 美国恶意阻挠不能下单 有些是因为他们经济真的差 没钱下单 中国则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 民营企业主们为了求安全 看到俄乌战争 欧美通胀 中美冲突 主动放弃了求增长的欲望 转向保守性经营 但一不小心产生了副作用 最后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一会儿青年失业率20% 一会儿形成了伪通缩 我在翻看白酒产业的销售资料时 读到这么一段话 中国白酒产业 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2023年总体上短期不乐观 长期不悲观 产业将呈现缓增长 理性增长的趋势 我觉得说得很好 其实中国经济也是 我们可以套用这句话 中国经济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未来十年 总体上短期不乐观 长期不悲观 产业将呈现缓增长 理性增长的趋势 俄乌战争 欧美通胀 中美冲突等等 这些给民营老板们造成的心理疑虑 迟早会解开的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要中国的生产力还在 中国大量的工程师还在 就是这个国家重新起家的本色 其实现阶段 你叫大家恢复信心很难 但未来 过完现在这一段小节期 你想阻止中国登顶 同样很难很难 历史的发展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永远是螺旋发展向前的 不可阻挠 不可逆转 不可逆转移 不可逆转移